中学会考2008年卷二的第十题 用一个100W的发热器 同学,即是说 功率的发热线是100W 将0.5kg 的水加热 水一直有搅拌 3分钟之后 即是3×60 即是180秒之后 看到吗? 180秒之后 温度由25度升至30度 30-25是升至5度 看到吗? 假设在该时间内 请问你 能量在该段时间中 能量损失的估算值是多少? 我怎么知道 它是有能量的损失呢? 我们就想想 它提供的能量 Energy Supply 它提供的能量 即是发热线提供的能量 就等于功率 即是等于100 乘以180秒 所以就是1800 过18000万 18000的充 18000的充 所以就是0.5kg x 4200 乘以温度 5度 按下30度 25-30度 便温度 温度 于是我们用计数机 按一下 请同学帮我计计 是多少? 看看这里 这个 0.5 x 4200 0.5 x 5 这里就会是100 的焦耳 那同学 看一看 这个 你发觉 电热器提供的是18000 但水只吸了15000 所以能量的流失 能量的散失 就应该等于18000 减10500 所以答案就是7500 的焦耳 就是说 发热器提供了18000 但水只能有效吸到10500 所以散失了7000 所以答案就是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